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想让大家报告一下 一平兄最近会有一段时间 因为要处理重要的事情 不能为大家分析时事 点评中国政局 非常遗憾 受一平兄的委托 由我给大家做几期节目 希望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另外一平兄也委托 向大家问好 他很想念大家 希望事情处理好之后 就会回来继续为大家批判中共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长安 和一平兄是近30年的老朋友 也是长期的反共同道 流往海外之后 曾经担任一家中文日报的总编辑多年 经过和一平兄商量 我和他一起将推出 《红朝政变》系列 回顾点评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变 揭露中共高层心狠鼠烂 俄语我扎的丑陋面目 拨下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画皮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薄熙来政变 以及习近平在打倒薄熙来事件中的角色 发生在十多年前的薄熙来事件 可以说比好莱坞的电影都要曲折离奇 其中有高层政争 男女私情 荼毒杀人 栽赃嫁祸 跨国行刺 兄弟反目 惊天叛逃 兵为领馆 世纪审判 一件件 一桩桩 可以说是把中国官场的遮羞底裤 都脱光了 一件件 无不触目惊心 一桩桩 无不臭不可闻 如果好莱坞出手 像这么好的剧本 甚至都不用编 拍成电影电视的话 肯定是大手妄长 叫好又叫做 也许是好莱坞已经受到中共的渗透了 间接控制了 至今不敢把薄熙来的故事拍成电影电视 真的是令人遗憾 至于中国的影视界 在前所未有的高压审查政策之下 就更不可能把中共高层 这些肮脏的丑事搬上大一幕了 他们不说 但我们不能忘记 关心中国时事的朋友 相信对薄熙来事件多少都有一点了解 然而十多年过去之后 再来看看所谓薄熙来的政变 因为有更多的列目 有更多的真相 其中的来龙去脉 以及事件的影响 都和当年的表象非常不一样 薄熙来政变的故事 可以说是千头万须 这里我们就从千多个武警 兵委领事馆说起吧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位于成都市中心的领馆路4号 在一条小街道上 2012年2月7日 过往的行人突然发现 美国领事馆被警戒线隔离起来 过往行人是只许出物不许进 几十辆警车闪着警灯排在街上 附近的每一条街口都设置了路障 警察在路口指挥交通 冲撞了一些打算溜过马路的行人 大声的吆喝责骂 这个正是在美国领事馆设立以来 还是头一次 敏感人一看就知道 领事馆内发生了重大事件 而外人看到的只是热闹 他们看到的只是领事馆外 武警大兵压境 他们不知道的是 领事馆内的气氛更加紧张 驻守馆内的几十个美国海军 陆战队员正在紧张的顾防 同时盯着馆外大批武警的动静 一刻也不敢放松 以防遭到攻击 这些武警都从哪来呢 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们先说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第一批的武警呢 其实是从2月6日的夜间 也就是前一天晚上 就已经出现在美国领事馆的周围了 到了2月7日的下午 又先后来了两巴 一层一层一层 一共是三层的把领事馆包围了起来 曾经有人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重大事件多数会重复的发生 只不过第一次是悲剧 第二次是喜剧 大家一定还记得八国联军的事情 1900年北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乱 超过十万个义和团 涌入北京 打着父亲灭羊的旗号 打砸抢烧 闹得乌烟瘴气不说 又同大批的清兵一起 包围攻打位于东郊名相的外国使馆区 结果八国联军 入侵 占领北京 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这个悲剧 中国人现在是还是没尺难忘啊 令人想不到的是 112年之后 历史真的又重演了 人们在中国又见到了重兵包围 美国领事馆的事件 但是像这种搞法 怎么可能会是一场喜剧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就在前一天的下午 重庆市原公安局长王立军 为了躲避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追杀 逃进了美国领事馆后 就一直没有出来 这批武警都是冲着他而来的 一批是四川的 他们对领事馆是为而不公 另一批则是重庆的 来势汹汹 做事要强行闯入领事馆 到后来这两帮人马对势叫骂 就变成了一场闹剧 王立军叛逃 事态不能说不严重 现在回头看 当时如果北京当局指挥有方 在美国白宫的配合之下 事件完全可以高高的提起 轻轻的放下 化解危机 可惜的是中南海 另出多门 结果就把事情给搞砸了 我们先来看看中南海大佬们是如何应付危机的 2012年的2月6日是中国农历春节的元宵节 当天晚上7点45分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率领其他八个常委准时来到中国人民大会堂 参加传统的元宵节两欢晚会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看到 胡锦涛神色如常 有时甚至表现得还很兴奋 然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是 胡锦涛当时正面临着他执政以来的最大的政治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事件 如果这件事情处理的不好 甚至有可能激发薄熙来铤而走险 率兵武装叛乱 另外也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像义和团一样的冲突 引发中美战争 朋友 想想当时武警部队大兵压境的场面 你说这是我一眼耸听吗 胡锦涛是在准备出席元宵节年欢晚会前不久 才知道王立军叛逃消息的 当时是四川省委书记刘其宝打电话给他 想他请示应该如何处理 胡锦涛一听那是大惊四射 这大过年的怎么就搞出这么大件事了 他了解情况之后 马上就命令刘其宝 派武警去美国领事馆外布防 稳住局面 而首要的任务就是防止王立军外逃 胡锦涛同时还决定 赵元计划出席元宵两方晚会 因为他担心如果突然缺席的话 会导致人心惶惶 但他在参加两方晚会 这个时候相信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王立军 如何处理王立军事件 才能够把影响简直最小了 当时可以说他是人在晚会 心却在遥远的成都美国领事馆 然而晚会上高棚满座 人人都喜气洋洋 他又不能表现出和往常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胡锦涛 确实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样 其实从他的例子也可以知道 后来他的大类总管 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令计划 在独生儿子因车祸死 残死后的第二天 仍然神色自若的就陪着胡锦涛出行 你说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像他们这些都是一些权力的奴隶 经过这官场建纲几十年的静远 用马克思的话说 就是早已经被异化 早已经变成了有党性没人性的东西 没有了人性他们还是人吗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奥巴马政府 当时是怎么处理王立军闯管事件的 那可就干净利落多了 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 就报道了美国驻华大使 当时是怎样获知相关信息 以及他的反应的 报道说 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 骆家辉下午正在一次会议上 不在他大使馆的办公室 这时他从手机上 接到一封加密的邮件 内容只有一句 立即回到大使馆的通讯区 安全通讯区 骆家辉火速回到大使馆 获悉王立军的情况之后 骆家辉说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我的老天 Oh my God 骆家辉马上就把情况报告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利 他们在北京时间2月6日的晚上 综合分析情况之后 就已经商量好解决方案 并交由下级外交官执行 这就是美国在这么重大的外交事件上 决策的过程 前面已经说过 胡锦涛是在晚上7点钟前后 才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 因为陪同王立军进美国领事馆的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 岳德松 等了4个小时 还不见王立军出来 才觉得事情不妙啊 于是才报告给刘其保的 但是中共最高层中有人比奥巴马希拉利 更早知道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 他就是中共政法撒谎周永康 因为王立军一进美国领事馆 馆内的国安卧底人员就报告给了上级 然后一路上报给了最上层周永康 但周永康没有报告给胡锦涛 反而是通知了薄熙来 并且命令薄熙来不惜一切代价 把王立军弄出来 这也就是后来薄熙来派出重庆武警的原因 胡锦涛和周永康分别下令 结果四川武警和重庆武警就短兵相接 成都美国领事馆前就差一点变成了战场 其实如果周永康知道事件后 马上报告胡锦涛之后召集相关人员讨论 何至于会有两批武警去美国领事馆前打对台呢 这就是双头马车各走各的道 像这种处理方法又怎么不会变成闹剧呢 说完中美两国最高层对事件的处理 我们回头再来说说王立军叛逃的经过 2月6日一早 已经被薄熙来撤掉公安局长职务的王立军 当时给他的心服 重庆市公安局行政总队队长王鹏飞打电话 要王鹏飞安排一个司机和一辆SUV的越野车 再带着三个新手机来给他 拿到手机之后 王立军就把薄熙来在 谷开来杀害海武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 发出了三封邮件 在每部手机里都成了一份 王立军要王鹏飞把三个手机 分别交给三个可靠的人 以便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把这封邮件发出去 安排好电邮的事情之后 王立军就立即带着他的两个私人保镖 和王鹏飞安排的司机 离开崇敬市直奔四川省会的成都 在城域高速公路上 王立军打电话给他的铁杆兄弟 四川省公安厅分管外事的副厅长 岳德松 说是有要事商讨 岳德松亲自开车到高速路出口 迎接王立军之后共进午餐 在吃饭期间 王立军说有重要的事情 想找美国领事馆高层商讨 但是没有预约 岳德松于是就致电给美国总领事 何孟德 在获得同意后 他亲自送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的门口 到下午2点31分 王立军走进了美国的领事馆 当时总领事何孟德是外出不在 由两位的资深领事去接待 他们把王请到领事馆的书房 而不是一间可以屏蔽 中国方面监视的保密房间 开始他们一起谈反恐的话题 接着王立军突然就提出了政治庇护的要求 综合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 王立军在当时披露了有关中共政治局内部权力之争的情报 指周永康和薄熙来阴谋策划 推翻习近平的顺利接班 并说可以提供相关的文件证实 在谈话中 王立军显得情绪激动 语无伦耻 后来透露出来的消息指出 在知道王立军的庇护之后 这些美国的外交官员都认为 第一 要把王立军从领事馆带出中国 那是困难重重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 王并不符合政治庇护的条件 因此 美国的外交官员就阻止了王 寻求庇护的任何的正式申请 另外 在政治层面上来说 这件事情当时正好发生在中美两国 都在大肆宣传的习近平访美前的一个星期 纽约时报就说 如果批准王立军的庇护申请 就可能会有碍或破坏习近平的访问 在这些考虑之下 美国外交官们就任由王立军去自生自灭 不过王立军一进美国领事馆 他个人的命运 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 因为他的这一举动 把他与薄熙来的恩怨 公之与世 把薄熙来妻子鼓开来 设限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曝光 可以说已经是撬动了薄熙来权力大厦的基石 并最后把他送上审判台 从而影响了中共高层的人事布局 并且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 我们继续看看当时的情况 由于白宫很快就决定 不会接纳王立军的政治庇护 美国官员就把王立军到领事馆的事情 就通知了中国的外交部 这样就带着不少的重要情报 盲怀希望而来的王立军 在无可奈何之下 也只好同意美国领事馆 把他交给北京当局 而不是交给重庆警方 交到薄熙来手中 于是领事馆的官员就 允许王立军用自己的手机 与北京的朋友联络 王立即跟周永康联络上 周在电话中告诉王立军 北京已经派人去接他了 要他等着 没过多久 薄熙来也收到了周永康的电话 知道北京会派人来 于是他就决心抢在北京来人之前 抢回王立军 2月7日上午 他先派重庆市长黄祈凡 到领事馆去把王立军带回来 黄祈凡带着助手 火速赶到美国领事馆 要求与王立军见面 黄祈凡与王立军 谈判了将近一个小时 试图说服他 但是黄立军是铁了心 远硬都不吃 拒绝返回重庆 在派出黄祈凡之后 2月7日下午 薄熙来又派出了 满载武警的警车 直奔成都 有很多目击者都说 当时多达70辆警车 薄熙来也亲自前往现场 作证指挥 但是他的部队被四川武警 拦阻在五条街之外 向来都是胆大包天的薄熙来 这个时候 同样的 他命令重庆武警 突破成都武警的防线 向美国领事馆挺进 而成都武警 一点也不想退让 于是两边就形成了对视的局面 而且双方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到2月7日傍晚 黄祈凡通知 说说服王力军已经失败了 薄熙来于是翻脸了 他借口接到情报 说是有恐怖分子 在美国领事馆内安放了炸弹 于是薄熙来再次下令 重庆警方突破四川省武警 安放了路障 准备强行进入领事馆 劫持王力军 由于他有周永康的指令 相当于有了上方保健 薄熙来就准备大干一场 要攻打美国领事馆了 随着围墙外的两帮的武警 对抗升级 领事馆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员 也提高了戒备 以应付可能受到的攻击 这样三支武装部队 合枪实弹 在领事馆内外 减八卢章 大战一出即发 薄熙来准备攻打美国领事馆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胡锦涛那里 2月7日一整天 胡锦涛都在和其他的常委商议解决方案 但是一直都没有答 没有结论 不料刑事不等人 成都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穿越武警 大有火兵的迹象 有报道说 武警涛在获知薄熙来要动出 当时大发雷霆 口中除了念三支经 火骂之外 还直斥薄熙来是搞武装叛乱 必须要加力制止 他再次亲自给四川省委书记 牛起宝打电话 命令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保护美国领事馆 他这个两次命令 一次要围 结果又要保胡锦涛作为这种指挥官 也真的是有点窝囊 刘起宝接到任务之后 马上下令找来的四川武警 占据领事馆门前有立的位置 尽力的与重庆的武警周旋 接着他又下令在成都附近召集了更多的武警 和四川省国安厅的人马 从外把薄熙来的武警包围 到2月7日傍晚 重庆武警已经被四川武警 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 可以说是进也不行 退也不行 有报道说 当天夜里 美国领事馆外的武警 有大约700人 也有人估计 武警总数应该是超过1000人 而在重庆和四川武警对视期间 为了缓和紧张的局面 四川省公安厅甚至给重庆武警还送来快餐 劝说他们不要冲动 两方的对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幸好最终没有量成重大的冲突 就在这样紧张的时刻 北京高层竟然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定下解决方案 最后决定由公安部的人员 由国安部的人员把王立军带到北京调查 到2月7日午夜时分 由国安部副部长邱静带领的一个小组 终于飞到了成都 立即赶往美国领事馆 他们将周永康的一封信交给王立军 周在信中虚弱 如果你自愿离开领事馆 你的政治前途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 展开公平的调查 王立军没有其他选择 答应随国安部人员离开 他并对国安人员说 我要和薄熙来鱼死网破 我的重要资料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而在王立军领走之前 美国领事馆强调说 美国政府会密切的关注他的动向 王立军同国安部人员一起走出来 在快要上他的越野车时 又出现了一个意外 这个时候重庆市长黄启凡 突然冲了过来 要把王立军拉走 国安部副部长邱静一见 这怎么行 马上就阻止他 在这一过程当中 两个中共高官像地痞流氓一样 各不相让 就当众吵起了架来 他们马上被美国领事馆人员分开 要他们各自站在街道两边 去打电话给自己的上司 邱静就打通了周永康 而周永康之后又打给薄熙来 要求他撤兵 但薄熙来对周永康的命令 不予理睬 周永康没有办法之后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只好亲自出马 其实像这样大的事情 本来就应该由胡锦涛指挥才对 胡锦涛于是给薄熙来打电话 向他小以大意 叫他适可而止 并且向他保证 王立军的企图叛国 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中央对王立军的调查 也绝对不会影响薄熙来 在重庆的工作 薄熙来这个时候知道 就算是再坚持下去了 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其实他等的 就是胡锦涛的电话和保证 这样才能令他其虎可下 于是就命令重庆的武警撤兵 胡锦涛在执政早期 社会上就疯传他 其实就应该叫胡锦涛 他当时接过江振明 交下的江山时 那个已经是早已经腐烂不堪了 危机四伏 甚至有不少人说 他手上的政权 其实捧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有亡党为亡国的风险 这在民间就有人称之为 叫击鼓传花的游戏 果然在他执政还剩不到一年之际 真的竟然就刮起了惊涛骇浪 幸好胡锦涛没有应来 薄熙来也宁牙乐马 没有弄到事情无可挽回 在薄熙来撤兵 黄历军被押回北京之后 胡锦涛这才松了一口大气 又算是度过了一劫 2月8日 在美国领事馆停留一天多之后 黄历军乘坐普通航班 飞往北京 由于摆脱了薄熙来的追杀 他也松了一口大气 至少他这条小命 算是给保住了 那么一起在重庆唱红打黑 亲如兄弟的两人 怎么就会变得一个追一个逃 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了呢 黄历军又是何时开始 以及如何设局 要把薄熙来拉下马的呢 当时中南海的那些大佬们 包括习近平 又是怎样的卷入了薄王之争的呢 下次节目再给大家介绍 解读 谢谢大家收看